好来看到台东成功真一名高姓男子与友人一同到海边浮潜 不料海象的状况不佳 两个人都被海浪冲离岸边 那么其中呢有一个人奋力是游回上岸了赶紧报案 那么高姓男子爸爸听到友人失联了赶紧开渔船出海救人 结果把人拉上来之后才发现竟然是自己的儿子 家属在岸边交接等待 18号一名高姓男子与友人一同到成功镇小马部落海边浮潜 不料海象状况不佳 两人被海浪冲离岸边 其中一人奋力游回岸上 而高姓男子则是被海浪带离外海 友人奋力游回岸上后 发现高姓男子还没有上岸 担心他失踪赶紧报案 而警消汉喊巡也抵达现场后 立刻进行搜救行动 高姓男子的父亲刚好听到无线电通报救援 加上失踪地点就在平常作业的渔场 于是也跟着开着渔船前往搜救 随后在距离事发地点 约300公尺的外海顺利找到人 结果把人拉上来后才发现竟然是自己的儿子 而高姓男子有点无奈地表示 平时自己手洗水性浮潜一次大概四个小时左右 没有想到朋友两个小时就上岸还报案 而自己看到周边一大堆警消和海巡人员也吓了一跳 说信只是虚情一场 判斥于撑公正报导